小雲兄一開始先來關注的是 居隔3加4開始上路了 可是民眾疑問很多 好比現在疫調塞車隔離期短短3天 搞不好隔離完了都還沒收到居隔單 指揮中心強調不用等單子 疫調電話打來就開始算居隔 現在你跟去診者接觸 已經沒有隔離10天這件事 全部都改成3加4 前面3天居隔在家 時間到了後面4天你想出門 可以但必須要天天快篩 陰性的可以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像是公車捷運 但不能去上課也不能到餐廳吃飯 若有人偷偷違規沒筛檢出門 小心有法能法 後面4天自由接觸人群 會不會造成防疫破口 醫師認為Omicron BA.2前夫期只有3天 危險期過了之後已筛代格 即使陰轉陽還是有機會被抓出來 但前提是大家要所規矩 3加4本來就是一個 大家在風險裡面 跟一個社會怎麼樣的運作 裡面取得的一個折衷點 3加4政策指揮中心也稍有調整 居隔者三天結束本來要篩檢 現在話差取消 因為解隔出門前也要篩 所以一併進行就好 那這樣子其實 其實那那個對整個整體社會 在非常大傳染的時候 那他們的貢獻 他們對傳染的那個影響 其實是比較小的 大概陰轉陽機率是5到13%而已 陰轉陽機率一失散 大概5到13%希望透過民眾自律快篩 陽性的老實回報 而3加4心智上路 原本10加7已經起滿3天 指揮中心說4月27統一解隔 大約有6萬7千人 這些要注意 3加4相比10加7還有個問題 疫調衛生局量能就是塞車 以前隔離10天 民眾還能慢慢等 現在剩3天 什麼時候開始隔離 但是如果你自己很清楚 那當然為了保護自己 保護其他的人 不要把病毒帶出去 那及早的做自己的自我管理 只要你接獲衛生局 疫調人員通知 不用等居隔單 就算開始隔離 若真沒人聯繫 趕快主動找衛生局 還有 家中需要被照顧的人確診 同戶不同事 就是在他確診當天開始起算 但若需要接觸照顧 自己又都沒被他感染 得等他解隔或最後接觸日 才開始計算3加4 規定複雜 多留意 月新闻 黃俊維 杨金厚 林月三支小組 台北報導 只是現在雙北 對於中央的3加4都有意見 新北市長後有疑說 新北就在浪頭上 呼籲中央讓新北 采用居隔轉型方案 用7天快篩代替3加4 至於台北市長柯文哲 再擴大已篩代替的方案 有5類人可以試用 5月4號 我們大概案例會到5000 然後到5月7號變成1萬 但是說我們如果沒有做任何動作 必要的話 我們還是會 軟性封城 最後可能祭出終極手段 預測未來本土單日可能破萬 台北市長柯文哲再開藥方 讓應付更大量病患 柯文哲擴大已篩代替 由原本醫護跟中央地方防疫人員 再增加第三類防疫計程車 防疫旅館等 第五類的社福長照 洗腎機構 跟第七類維持國家安全 跟社會運作者 其中第七類包含軍警 憲兵 倉儲運輸業者 唯獨高中以下 學校跟幼兒園不適用 也許會有一兩個漏網之魚 但是我不能為了一兩個漏網之魚 讓我整個系統垮掉 只要打滿三劑 跟確診者接觸時有做好防護 以及提報是否核准 以上五類都能適用以篩代替 但三加四興致上路 台北兩萬零一百九十七人居隔 第一線已經無法應付 現在請中央他們可能從後台 直接做解決的處理 三加四的解決 並沒有辦法讓行政流程減少 所以我們會碰到的問題 下一個縣市都會碰到 所以新北市只不過在浪頭上 疫情首當其衝的新北市長 侯友宜再喊話 提出居隔轉型事辦計畫 以連續七天居家快篩 搭配七天自主健康管理 雖然比起三加四的五次快篩 需要更多快篩劑 卻能確保到照顧中重症患者 最主要不是三加市增加的工作 而是我們的確診量增加 雙北都想踩雙軌制 一邊執行三加四 一邊走自己的路 TVBS新闻 陳建民立平衡 SNG小組台北報導 這確診的個案新增有多快呢 在連續兩天新增五千多例之後 今天單日確診破了六千大關 其中雙北跟桃園三縣市破千 新北更是破了兩千例 全台單日確診破六千大關 確診數最多的新北市 也占上單日兩千例 台北跟桃園再度破千 基隆 台中 花蓮 高雄 宜蘭 五縣市則破百 全台22個縣市都有新增個案 離島三縣市和嘉義市數量比較少 個位數增加 其中桃園周日因為 合碩龜山廠 單日新增489人 總數破千有1071例 周二單日1159例創新高 其中也有工廠群聚 台灣國際航電中立廠 總共141人確診 四位在中中症的都有慢性病史 那年齡60幾70幾跟80幾 中日新增四個中症個案都是長者 60多歲有兩位一男一女都打過三劑疫苗 症狀都有肺炎 已經服用瑞德西韋 兩人分別有糖尿病和慢性病史 另外兩位則是女性 其中70多歲這位只有打兩劑 沒有明顯肺炎症狀 80多歲長者有打三劑疫苗 曾有中風病史肺炎住院中 搬出專家說反對 陳時中儘管還沒看到新北市 希望比居隔三加四更放寬的 轉型試辦草案 但結果應該很明顯 暫時不可行 倒是不吵 縣市喊快篩不夠要自己買 中央不反對 陳時中也強調公費快篩 中央會全力支持 地方如果採購上有困難 只要遞交計畫也能協助 至於跟一般民眾相關的快篩 十名志則已經在做最後盤點 很快會上路 TVB宣傳報導 有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有民眾小孩發燒 先到醫院採檢 等待期間持續高燒39度 卻進不了急診救治 而後來也驗出是陽性 同家人爺爺本身需要洗腎 也因為呼吸困難跑急診 卻等了十個小時才等到病床 現在很明顯的量能是不是已經吃緊 急診門口一堆人都在等 有的蹲著甚至坐在地板 但越等越心急 三歲兒子高燒39度 還是確診接觸者 想就醫等兩個多小時 家長當然心急 因為兩個小孩都是給奶奶照顧 但他前兩天驗出陽性 24號帶小孩先到三種採檢 當時結果陰性 但隔一天大兒子開始發燒 再到土城醫院做PCR 等待結果期間狀況沒好轉 在急診室外進不去 後來結果也是陽性 院方回應要維持醫療量能 都會減傷分流 一是評估個案狀況做緊急處理 但同家人在急診碰壁 還不止自己小孩 個人的爸爸本身是洗身患者 他在25號的時候 突然感覺到呼吸困難 趕快跑到醫院的急診來求救 沒想到他從早上10點 等到晚上8點整整是10個小時 才等到病床 但他有跟陽性的人接觸過 所以要等到他結果下來之後 結果下來之後才會進去 附牙格列病房 家人不滿急重症已經危急 怎麼還等不到進急診 指揮中心回應這狀況 通常院所急診區外 也會有首推床緊急救治 對確診兒童也有分流措施 有一些警示症狀或者是警訊真相 並不是說所有發燒的小朋友確診 都要帶去醫院裡面去看 然後就要住院 這樣子的話我們的兒科的這個 專責病房也沒有辦法收治 這麼多的這個發燒確診的小朋友 不到三個月的無症狀或 輕症兒童出現發燒或3到12個月 高燒超過39度才收治 其他都是居家照護 避免在本土創新高緊繃期 量能顯爆炸 TVB的新聞 羅氏彭 李敏銳 黃靜盈 台北報導 本土確診數每天都在創新高 許多民眾怕染疫 都到醫院採檢PCR 也讓雙北醫院真的快被擠爆了 醫師就呼籲有兩類人 真的別來醫院 詳細內容叫個記者李作賀 好 隨著確診數不斷的飙升 那當然很多民眾就會產生危機感了 所以呢很多人就開始到 篩檢站要進行採檢 所以醫生就觀察到 有白天排到半夜 甚至是急診室 還有十多人的現象 不過醫生就說 其實大家還是要考慮自身的狀況 如果你是沒有接觸時 也沒有症狀的話 那當然就不需要進行篩檢 那當然如果你開始有一些 發燒 腹腺等等 比較輕微的狀況的時候 可以先用快篩 那至於是匡列隔離的人 先用快篩 如果有症狀的話 那當然就是要到採檢站 來進行PCR 如果你是快篩 已經發現自己就是陽性的話 不管如何都要到 這個採檢站來進行採檢 而確診個案的部分 如果沒有特別的症狀的話 建議還是可以採取居家照護 如果有些輕微症狀的話 也會有一些視訊 診療的部分可以使用 那當然如果你發現 你身體狀況很不理想 是有中症重症的情況的話 就要趕快來急診 那這些情況是有什麼呢 像是呼吸困難 意識不清 或者是胸痛胸悶 唇指甲發青 以及在24小時內 你的尿量去聚檢等等的症狀 都可以趕快的來進行急診 所以醫生就說了 大家不要因為恐慌來進行篩檢 這樣子也會造成醫療的負擔 而民眾居家快篩陽性之後 又到中小醫院做PCR 事後想用健保快意通查詢 可是因為手機門號不是本人 家中又沒有讀卡 機無法使用 尋求醫院協助卻被拒絕 醫院人員表示 如果沒有辦法查詢 就要親自到醫院領取 可是明明醫師確診還得出門 這樣子不是很矛盾嗎 因為他居然叫我們這些醫師確診者 自己出門 超級扯的 確診民眾跟家人因為出現症狀 居家快篩陽性之後 趕緊到醫院做PCR 隔天使用健保快意通查詢結果 有綁定手機門號的確定確診 沒有問題 但家中並不是人人的號碼 都是本人名下 想使用網頁版又沒有讀卡機 確診在家已經夠慌 現在又求助無門 他就是說 那我們沒有辦法協助你 因為隱私權的關於個資法 那我不知道這到底 我們應該還有什麼其他方法 明明知道自己快篩陽 不敢出門 但醫院堅持只能自行前往 領取報告 這位隱私確診的民眾 在被拒絕之後 只好自己到中校醫院 來拿PCR的報告 沒想到布萊還好 一來還被說你都確診了 怎麼還跑出來 讓他相當無奈 不過被提出質疑的聯合醫院表示 其實工作人員降錯沒有錯 對於請快篩陽性民眾自行前來 又把人趕回家 醫院回應還在了解中 聯合醫院表示 確實如果民眾想要知道PCR的結果 如果無法使用健保快一通查詢的話 只能自己到醫院來領取報告 而這都是根據醫療法的規定 台北市衛生局說可能是個案情形 有些醫院也會有簡訊通知 只是健保快一通 雙北市都表示屬於中央管轄 但確診民眾遵循指揮中心指引自主應變 中央這套健保APP看似簡單方便 不過沒有讀法機手機門號又不是本人 到底該如何是好 想開通證號本人辦理也得身體健康 如果居隔在家 目前真的也是沒有辦法 相關單位可能還是要盡快演你配套措施 否則類似情形未來還是會一再上演 疫情現在升溫各地政府也出現這個狀況 就是這回真的是快篩試劑買不到怎麼辦 像是桃園不少公司廠商發生群聚 那麼為了阻斷傳播鏈得要全員快篩 接觸者又多導致試劑用量大增 還得要面對被居家隔離的民眾同樣也需要 連同校園的普篩試劑也不夠怎麼辦 原本4月前快篩試劑到處都有 超商藥局想買隨時買得到 但現在面對疫情爆發 一鏡難求連各縣市政府也紛紛提出好缺的聲音 國內的量能還是還是不夠的 所以說大多數還是仰賴這個外國的進口 但是坦白講說真的 這個快篩不是一個要造成像過去的衛生紙之亂 其實桃園市政府也跟許多的醫療通路商購買快篩試劑 那現在因為快篩試劑有國家徵用 像是桃園接連傳出電子大廠群聚 接觸者多為了阻斷傳播鏈就得全員篩檢 試劑需求量大 還有居家隔離 以及本來想要做的校園普篩 安全備量已經不夠 因為桃園市政府認為存量得要人口數的10%也就是22萬份 訂不到沒有貨 桃園台南都喊出希望開放由政府自由向國外訂購 不過高雄市則表示 其實疫情爆發前已經儲存不少快篩 面對防疫政策調整 第一線的縣市政府已經提出反應 對此指揮官陳時中回應 不夠用有需要就提出來 中央會配發 如果地方要向國外廠商直接採購 其實試劑是單純的醫療用品 只要廠商有通過EUA 符合醫採證就可以 中央不會阻止 疫情再次爆發 但配套似乎沒到位 就怕快篩之亂 隨時上演 TB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有確診學生頗文指控 因為空間不夠 校方在廚房放床墊 讓他隔離 無奈說這住得比確診還想哭 校方解釋 為了符合分流避免接觸 他們只好動員行政人員 把教官 請社 舊卷社 全部都改成隔離房間 狹小的空間 一旁就是流理台和冰箱 地上鋪上一塊藍色小床墊 學生坐在上頭 看起來還有點擁擠 這地方原本是廚房 現在成了暫時隔離的場所 讓學生有些不能接受 北教大學生日前在第一卡貼出影片 指出室友PCR陽性確診 異性室友被送到其他的地方隔離 而確診者則被移到隔壁的宿舍 但因為房間不夠 只好在廚房放一個床墊 等於再隔一間房間 這樣的安排讓學生無奈表示 住到這比得知確診還想哭 而當時的時候被告知 可以住在客廳 也只能用塑膠袋鋪在地上 很誇張啊 可是夏天有點熱吧 那個床墊看起來很糟糕 學校現有的可以安排的六間隔離空間之外 已經不符合學校確診同學的數量 請行政同仁在清查學校一些 本來就不是住宿或者是教學需用的空間 讓同學可以暫時的安置 疫情持續升溫 除了原本一人一室的六間房間 校方為了讓學生確實分流做好隔離 不僅把教官的寢室改為隔離場所 也動用原本舊鑽設和公共區域 畢竟校內的空間就是不夠 校方幾乎動用所有的人力想辦法變通 增加大約10件的房間 而廁所也會和一般的師生分開使用 到25號為止 即使空間緊繃 但都還夠用 談言疫情已經超過學校的防疫量能 比較大也行為給教育部 要申請線上教學到學期末 眼前首要任務就是得讓學生確實隔離 學校盡可能的提供空間 但畢竟不是旅館 希望學生能夠多一點體諒 一起渡過難關 TV有新聞黃金國在漫漫台北報導 3加4今天上路 台北市公布最新的停課標準 一班有一位師生確診了 該班就停止實體課7天 若達全校停課標準 就停止實體課3到5天 中央居隔3加4新制正式上路 北市停課標準跟著配合 一個班有一位師生被列為確定的病例 該班實體停止實體課程是7天 也就是3天居家隔離加上4天自主防疫 而這4天師生都以不到校為原則 採線上教學 但若校長認為有校務或防疫上的需求 可決定老師是否到校 而在全校性規範中 若確診者或密切接觸者所屬的班級達3分之1以上 或超過10班者 經過教育部同意 全校停止實體課3到5天 幼兒園則以5天為原則 為了超前部署教學狀況 北市25號啟動國高中一週的線上課研練 但卻是立刻出包 系統怎麼轉就是沒反應 師生要上線卻碰上庫克雲打檔機 師傅過了一天就出問題 當記者會前我們已經持續有四波的攻擊 光是演練第一天 每小時就有約12萬人在使用庫克雲 流量更衝高到突破9000萬次 再有狀況就怕失聲怨聲連連 北市趕緊不破網著手加強防護 希望這波演練能夠順利完成 TVB的新聞崔仲群李怡婷 台北偵網報導 指揮中心申部縮短居隔為3加4 可是專家認為居隔3加4風險比較高 勉強算及格 除了新冠疫苗之外 希望民眾也能去施打另外兩種疫苗 可以讓重症機率降三成 再交給作合 指揮中心現在又放寬標準 變成是3加4 所謂的3加4 也就是說你在前面三天的時候 是實施居家隔離的 在這個期間 必須要按照過去的標準 要待在家中 以一人一事為原則 也不可以隨意的外出 在第三天之後就會開始實施快篩 後面的4天每一天都要快篩 不過這些都是自主防疫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快篩是陰性的話 你還是可以工作以及採買生活的必需品 外出當然還是必須要全程的佩戴口罩 至於會脫下口罩的行為 比方說在餐廳內用餐聚餐等等的 都還是禁止的 可是這個真的有效嗎 台大而一的院長黃立民 他就說 居隔其實改成3加4 確實是風險會相對比較高的 後四天都快篩的話 就是當做一個配套的措施 他認為是勉強及格的 那接下來除了接種疫苗之外 醫生也是建議像是百日咳、流感 以及肺炎、鏈球菌等等這些疫苗 民眾也可以考慮來接種 這樣子也可以降低20%到30%的重症機率 總統來指揮中心視察終於成行 畢竟月初原本也有安排 但因為家人確診臨時喊咖 而這次也把各部會首長都叫來了 會一開超出原本預期開了一個多小時 參照其他國家的疫情發展的經驗 和我們專家的評估 我們要在這裡提醒大家 我們目前的疫情還沒有達到高峰 本土的疫情將會持續的升溫 每天新增的確診數也將持續的增加 也就是26號的本土確診6295例 還會繼續狂飆 尤其馬上又有五一連假 必定有新一波高峰 總統自然是先把話講在前頭 我們現在面對新的一波的疫情挑戰 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病毒越近 我們就要越冷靜 總統看來確實很冷靜 其實連一旁的指揮官陳時中也是老神在在 不過這也是一天內 和總統兩度同台 這樣子嗎 遠處就聽到總統哈哈笑聲 不知道陳時中講了什麼 不過上午接見鑰匙 場合確實較緊張 但才剛放寬接觸者居隔 從原本10天變3加4天 確實代表進入了新階段 自然也有人解讀 是替陳時中轉身解套 不過就算不是為了陳時中個人 年底要地方選舉了 漸漸鬆綁防疫規定 看來也是勢在必行 TVB的新聞 黃俊瑞 劉俊台 的SNG小組 台北報導 本土疫情狂飆 國人擔憂台灣民營基金會的最新調查 發現總統蔡英文聲望呈現轉折下滑 時間再交給作合 隨著國內本土案例的標示 那這是不是也影響到大家對政府的觀感呢 從數字上更加的明顯 可以看到在這個月最新的民調當中 發現到總統蔡英文 他的滿意度來看的話 還算滿意的有36.9% 那不太滿意的有23.2% 而不滿意的則是有12.4% 另外你看到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的還算滿意大概是37.4% 不太滿意的有24.3% 而不滿意他的有16.8% 那當然要對比的是過去的數字 我可以看到總統蔡英文的部分 他的滿意度是下滑了1.9% 而不滿意的也是增加了2.2% 相比起2021年的5月15號所做的數據 他更是下滑了8.7% 至於在蘇奎的部分 滿意度則是相較而言 他增加了0.7% 不滿意是反而是少了1.5% 是不是看起來蔡蘇的聲望脫鉤了呢 另外我們要看到在政黨的支持度部分 民進黨這一次是拿下了30.3% 比起之前是少了5.8% 可是國民黨是稍稍的回升了一些 但是在民眾黨的部分 他們是下滑了4.3% 也就是說將近三分之一的支持者是流失的 另外在時代力量的部分 只有拿下2.6% 這也是他們創黨以來的最低